就算節省開支,都未能抵消收入跌幅 匯控第一季稅前盈利跌近兩成,賺67億8500萬美元 第一次股息派0.1美元,與去年相同 每手收息大約是港幣310元 並入香港業務的亞洲區稅前盈利跌3成1,歐洲業務也倒退 北美盈利雖然改善,但貸款組合改變 加上拉丁美洲業務的資金成本急升 拖累集團整體淨利息收益率受壓 以業務劃分,俗稱炒房的環球財資市場業務 雖前盈利安年跌近兩成 管理層有預警,4月份的客戶活動仍然疲弱 炒房表現今季可能更差,集團將會繼續削減成本 包括集團的信貸質素改善,貸款減值和其他信貸風險準備 按年減少超過三成至7億9800萬美元 三大目標之中,股本回報率下跌3.2%至11.7% 未能夠達標,成本收益比率55.7% 就在目標範圍之內 以英國收緊資本比率計算 一級資本比率在第一年過度基準計 略為下跌至10.7% 管理層強調資本實力仍然強勁 無線電視記者陳正樂報導